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可以像狗一样当宠物来养呢 这牛和小狗究竟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确实有些让人意想不到 赶紧跟着我们的素颜小分队 一起去浙江省台州市的天胎县素颜吧 天胎县位于浙江省中东部 因境内一座天胎山而得名 这里山水神秀 生态宜人 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 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的说法 走进这座小城 深厚的文化底蕴 让很多人流连忘返 而当它卸下宁静厚重的一面 热闹的生活气息也在这里弥漫 天胎县最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是什么 我们的国庆寺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天胎县小吃比如说有食饼桶 咱们天胎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卷饼桶 然后还有胡邋遢 这具代表性的应该是牛血羹吧 有卷饼桶 胡邋遢 还有小狗牛 都很美味的 扁食小狗牛这些 小狗牛 小狗牛是什么牛呢 牛肉 跟狗一样大小的就是小狗牛 像那小小的很就是长得很结实 就长得比较像狗大小的牛吧 个子很小的那种 所以叫小狗牛吧 那当地会怎么吃这个小狗牛呢 一般我们可能是卤制的吧 有那个白切牛肉 还有卷牛肉 草 乳 白切 像我们这边一般都是白切 在天胎一说起小狗牛 大家对它都非常熟悉 这种牛不仅名字很有趣味性 而且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不过这很多人推荐的白切牛肉 究竟有什么特别 味道又是怎么样了呢 牛肉味非常地浓厚 而且吃起来非常鲜嫩 原汁原味比较有嚼劲 这白切牛肉吃起来就是够净 香味挺浓的 我之前吃那个牛肉 一般都是卤的 炖的 还有爆炒 这白切牛肉还是第一次吃到 我先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这牛肉吃起来就很有厚实感 而且入口就有一股牛肉的香味 很纯香 而且脚气也不硬 不柴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作为饭店的招牌菜 白切牛肉让很多食客折服 这道菜好吃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牛肉它用的 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特有的小狗牛 天台当地的小狗牛 这个牛肉品质好 吃起来就非常香 其实我们提到这牛肉是那个小狗牛 小狗牛 那为什么它白切都能这么好吃 它因为夹得很细腻 很慢 所以这个牛肉很好吃 不仅名字特别 味道也超赞的小狗牛 让我们越来越好奇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牛 它的肉为什么吃起来如此鲜嫩呢 根据店主提供的地址 我们继续溯源 小狗牛为何藏竹林 召唤牛儿有什么绝招 从县城出发 探寻小分队驱车近一个小时 来到了深藏在山脚下的一户农家 一走进牛圈 我们发现这里一头牛也没有 这牛都去哪了 大哥 怎么这里面一头牛也没有 牛现在夏天都放在山上 都在山上 都在山上 就是一般我们都是清明 那个清朝出来 就是赶到山上去出来 等到下半年下雪天 他能把它来回家 是这样的 那现在要去哪里找呢 那要肯定要到山上去找 跟随着叶大哥的脚步 我们走进了大山进行搜寻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叶大哥却把我们带进了一片竹林 难道小狗牛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吗 叶大哥 不是说要找牛吗 怎么来到一片竹林啊 竹林我们这个牛切记太热了 它可能有时候在竹林里面休息 哦 在这边纳凉 晚上出去吃 太热了它就是在竹林里面 小狭 你看 怎么了 这个草高高牛吃过 哇 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我们这里叫 这个是蛋竹叶 蛋竹叶 对 哦 这个是中草药来 这个牛吃下去清热结合 我们在山上很多 有很多这个草药牛都很喜欢吃 是不是 这路够难走了 小狭小狭 快点过来看 这里还有紫色的花呢 哦 那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我们本地叫的这个山辣椒 山辣椒 你看这个花开得很好看 还有骨质呢 这紫色的花还挺漂亮的 是挺漂亮的 这个牛也可以吃吗 可以吃的 哦 这个人都可以吃啊 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你看 它现在结的有骨质了 等它成熟的时候 也是黑黑的 也可以吃啊 山山甜甜的 在叶大哥的带领下 我们发现 大山里的中草药 真是数不胜数 叶大哥告诉我们 每年草木茂盛的时候 小狗牛都会自己到山上去吃草 享受来自大自然的馈则 这样放养出的牛体格健壮 肉质紧致 不过 这会儿 牛儿究竟在哪呢 师傅 你听 你仔细听一下 听什么 你仔细听一下有什么声音 好像有水流的声音 对呀 就是有水的地方 牛可能在水那里有水 是吗 我们去看一下 行 往哪儿走啊 你跟着我走啊 行 妈妈走吧 穿过这片竹林 探寻小分队果然在山间里 发现了一条小溪 这里会不会有小狗牛呢 这个山泉是我们这里 到山流下来的 这个水 你看泉水 对呀 有时候我牛就是到这里来喝水 这个水人都可以喝 人也可以喝 对呀 你试一下 我试一下 好喝吧 很清凉 对呀 而且回味还有一点甘甜 对呀 我们这个山色很高流下来的 那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牛 这牛去哪儿了 牛去哪儿了 你别挤啊 你看 有这个宝贝人看一下 哇 此时叶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 仔细地端详 他这究竟是在看什么呢 叶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定位 定位 牛身上怎么可以定位 划在脖子上 是一个定位 连到扯具里面 你看 看这个定位好像就在这附近 对呀 不远了 行 不远了 能找得到的 我有这个就能找得到的 如今 传统的养殖也用上了高科技 叶大哥将定位器 安在了牛脖子上 只要打开手机 就能轻松看到牛的位置 不过尽管有了定位器的帮助 探寻小分队依然是一无所获 这小狗牛究竟要去哪里找呢 定位就在这个地方 不远了 就在这个地方吗 嗯 怎么还没有看到牛 那再找找吧 不行了 太热了 我看让我们的 事项老师用那个寒拍机 帮我们找一下 不然这样真的找不到 可以 那最好呢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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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就在一个角落 你看 这么多只牛 对 看到 行 咱们赶快过去 好 别让它们跑了 在航拍机的搜寻下 我们终于在山上的一个角落 找到了一群牛儿 你看 快 在那边了 在那边了 这么久 这有找到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哇 这么多牛 看到了 看到了 小心点 别再倒 太难找了吧 别再倒了 路不好吃了 这路怎么这么多 小心 小心 这就是您养的小狗牛吗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小狗牛 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 想要找的小狗牛 此时正在树丛里休息 远远看过去 这小狗牛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小 不过 正当我们想要靠近观察时 它们却立马就跑开了 诶 大哥 这牛一走近的话 它们就跑了 这怎么看 那我有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笑一下 跟它打一下招呼 打招呼 难道这小狗牛 还会听话吗 此时叶大哥从口中 发出一些奇怪的响声 这真的能够召唤牛吗 那我们拿一点西瓜 给它把它吸引过来 这它能爱吃吗 它会吃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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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独特的换牛口号 和美食诱惑 折腾了半天 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观察 传说中的小狗牛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牛呢 哇 你看 这就是小狗牛 你看 它的身高 直到我腰这么高 而且它也特别听话 你看我摸它 它的位不走的 哇 你看它这个毛轻垮色的 嗯 骨子比较小 是 我看它直到我的腰这么高 对呀 你看这个腿也这么细 哦 我两个手都可以把它抱住 你看 大哥这养了多长时间 这个两三年了 这个养了两三年了 对 两三年才长这么点 对呀 小狗牛 它就是不大 骨子小 原来天胎小狗牛也叫天胎黄牛 它的毛色以黄色淡黄色为主 皮薄而紧致骨骼较细 一般来说 普通黄牛饲养两年 能够达到一千斤左右 而天胎小狗牛却只有四百多斤 相差了一半多 这是因为体型小巧 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为小狗牛 不过常年到牛有牛脾气 小狗牛常年放养在大山中 会不会也是个天生的暴脾气呢 我这个牛很温顺的 很温顺吗 不行呢 我拿一个红布我试给你看 拿红布他们也不怕 不怕的 牛对于颜色的分辨很弱 但是面对晃动的布 很多牛都会变得焦躁不安 而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叶大哥居然拿着红布 不停地在牛儿面前晃悠 这真的不会激怒他们吗 他就不怕很温顺的 你看看到了没有 他点都很温柔 对呀 这么有趣 你看真的一点都不怕 那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可以 来来我试一下 你来试一下 我试一下 你看试一下 我慢慢接近他 你看 就到他面前 他一点都不会动 无论红布如何晃动 小狗牛就是无动于衷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叶大哥告诉我们 这小狗牛除了性格温顺 它还有一项本领 我这个牛还有本领 什么本领 你看这么多栏杆 它都能够跨过去的 在山上的一片空地上 这里遗留着 一些五六十厘米高的矮墙 这小狗牛真的能够跨过去吗 没想到在叶大哥的牵引下 每头牛都很轻松地跨过障碍 一点都不费劲 不过这小狗牛 为什么会如此矫健呢 它就是雅类专门耕铁用的 我们这里都是山区的 地少山多 山上去大的牛也不好走 它体型少 四肢健全 它上去要走起路来比较方便 原来天胎小狗牛 本来是一种肉益兼用的 山地小型黄牛 由于天胎县山多地少的 独特生态环境 当地人民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 和人工选育 培育出了这种适合耕田的小狗牛 长期以来 小狗牛都是农户家里的重要成员 体小灵活 肢体强健 是小狗牛明显的特征 而因为经常放养在大山中 牛儿不仅能够吃白草 和山泉水 而且还经常运动 这样养出的黄牛牛肉 鲜嫩可口 香味十足 不过这样小狗牛 却一度遭到嫌弃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不用跟铁了 就是那个农机太广 这个小型拖拉机也用起来很方便 这个牛崖起来 沙路没什么路 它体型太小了 人家就是没有人崖了 一般来说 一头普通黄牛大概能产四百多斤肉 而天胎小狗牛却只有两百斤左右 产肉量少 经济效益低 再加上山区农机的推广 不再需要小狗牛帮忙耕种 所以养牛的人数也在减少 难道就不能想什么办法 把小狗牛养胖一些 让它多出肉多卖钱吗 溯源继续 养殖场内为何乱哄哄 大个头的黄牛为啥也是小狗牛 根据叶大哥的指引 探寻小分队来到了山下的一家养殖场 一走进这里 我们就发现牛圈里乱哄哄的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只见两位大哥 一人拿着棍子 一人拿着绳子 不停地观察牛圈中的牛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经过仔细地挑选 两位大哥最终套上了一头 体格健壮的牛 这是要牵去哪里呢 铁铁黄牛 雪梅大队现在开始 参加比赛的牛不仅年龄不同 而且颜色也是有黄有黑 那这黄牛选美比赛 究竟要怎么选呢 这个一个要开牛头 牛头包括牛脚 牛舌 这个牛脚咋的就挺漂亮的 这个牛脚 牛舌也比较文字 比较专重的 这个牛脚就 就开起来就是很武夏的 武夏的很凶的 就是像公牛这个牛脚一样 它比较熊 比较糊 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头 这个牛的雪 牛脚都比较漂亮的 第二个呢 就开那个牛身 牛身这个牛背比较挺直 挺直的话就是 体系它比较有力了 那个形态比较好 形态也好 第三个要开那个牛的屁股 怎么看呢 屁股呢就是比较宽 这一条牛的屁股 还是做还可以 来自虾鼻子 想吗 那再拿一条牛的屁股 稍微小一点 这个屁股少一点 稍微小一点 对对对 你看这个牛屁股也很好的 长得也挺不错的 这个牛 经过三轮的挑选 一只体型中等 毛色光亮的黄牛 成功地拿到了第一名 不过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这只牛在参赛选手中 既不是最大 也不是最小的 为什么它能成为冠军牛呢 而且这些牛也不像 我们之前看到的体型小巧 难道这么大的牛 也是小狗牛吗 我看了一下 中二区的考虑的话 它应该是最大 你看这个前面有个夹心很开的 站起来这么很宽的 那我之前看了一家 放养的那个小狗牛 它们都没有这么大 为什么这边的那个小狗牛这么大 因为这个小狗牛是肿牛 是肿牛 对 比一般的小狗牛大一百多斤 原来金大哥费尽心思 是如此的给天胎黄牛选美 为的就是挑选出最纯正的小狗牛 保留住天胎黄牛的种植资源 而只有通过正宗的种牛 进行交配繁殖 小狗牛的纯正品质才有了保障 金大哥说 它们养牛的目标就是不能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金大哥的黄牛保种场里 我们还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此时金大哥不停地往牛草里 撒下一些白色的东西 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大哥 我看你这个喂的是白色的一些面团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牛的营养餐 营养餐 我可以闻一下吗 可以 好像有一股那个黄豆的香味 是的 这是豆渣 这是豆渣 对 那为什么要给牛喂这个东西 给牛加加营养 金大哥告诉我们 豆腐渣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有利于改善牛的饮食结构 促进它们的生长 不过在这个牛圈的外面 我们还发现 员工们不停地牵着牛走路 这么折腾又是为啥呢 为了让小狗牛保留住 传统放养时拥有的肉质鲜美的特性 在建设中通过投喂豆腐渣 牵着牛运动等方法 为小狗牛提供和放养相近的生活环境 培育出更多健康强壮的小狗牛 最重要的 这里要保证小狗牛传统的特性 体格小 但是肉质鲜 味道好 这样小狗牛即便没有更高的出肉率 但是由于牛肉品质上乘 仍然有很高的卖价 所以更多的农户 开始愿意养殖小狗牛 天胎黄牛的养殖 也成为了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天胎小狗牛的肉质鲜红细嫩 纹理紧密 具有浓郁的山野香味 在当地又有什么特色的吃法呢 首先 先取一块紧致细腻的牛腱子肉 用刀切成片状 然后下锅焯水 接着将焯好的牛肉放入气锅中 依次加入铁皮石壶 黄金 姜片 葱段和枸杞 倒入少许绍兴黄酒后 直接上锅蒸 原理就是它水蒸汽上来 然后水蒸汽滴下来 就变成这个菜类汤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蒸汁 原本没有一滴水的锅中 立马变成了一锅滋补的高汤 漫长的等待 不会辜负每一味食客的味蕾 吃上一口肉质爽脆 鲜甜可口 不同部位的牛肉烹饪的方式也有讲究 小狗牛的牛奶有韧性口感好 煎制才能激发极致鲜嫩 掀取一块鲜鲜的牛奶 下锅焯水去腥 简单滚烫后捞起 接着把焯好的牛奶放入铁锅 加入葱 姜和香辛料进行炖煮 等到七八成熟的时候再一次捞起 撒上生粉后拍匀 平底锅加入少许黄油 加热后将整块牛奶放入锅中 中火煎至两面金黄后 撒上一些椒盐即可 第三道菜叫竹宝平安 整个菜的形状是一个竹子的形状 也是一个造型菜 美食也可以像艺术品一样精雕细琢 独特的造型更能提升牛肉价值 首先选用一块鲜鲜的牛腱子肉进行卤制 等卤好的牛肉放凉后 用刀切成丁 接着把切好的牛肉丁和泡发好的小麦一起倒入热锅 用大火爆炒一分钟后 迅速盛到雕刻好的竹形容器中 精致细心的摆盘后 一道赏心悦目的小麦炒小狗牛肉 就大功告成了 体格小 肉质鲜 意想不到又的确可爱的小狗牛 不仅是天胎特有的地方品种 更是优良的中国本土黄牛品种之一 千百年的驯化和选择 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很多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优质黄牛品种 想让像小狗牛一样的本地牛 真正牛起来 需要对品种的长期选育 不断突破养殖技术壁 更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各地牛品种 不断擦亮中国黄牛新品牌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